Hello 大家好 來看一下我們的青蟲的一個效果 剛才也是把我嚇了一跳 吃鴿這邊的話 排了不少那個 蟲子出來 估計是有兩三個 今年剛引進的鴿子 排的 我帶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這些都是蟲子 你看 這個一條一條的全部都是蟲子 看得清楚嗎 等一下要把這些全部都清理乾淨 這裡 是不是很清晰 你看排了多少 這邊也有 等一下把這個全部都清理乾淨了 一般我自己的鴿子的話 不會有這麼多的蟲子的 你們來看 進來看一下我熊哥 熊哥這邊的話 基本都是我自己的鴿子 就是沒有多少新引進的嗎 有兩個是新引的 其他都是原來自己的鴿子 這邊的話 這邊上面看 就沒有一條蟲子都沒有找到 體內還是比較乾淨的 反而這個磁哥棚這邊 因為磁哥的話 今年也是有很多 新面孔嗎 最少有五個還是六個 就是 引進之後沒有清過蟲的 去年也是沒用到的 那個蟲子排了都是 我們現在馬上把這些蟲體全部都清理乾淨 免得 一個二次傷害 二次感染 我們先把這個賽格放出去加飛 現在是下午的4點多鐘了 4點半了 357 跟359 還有那個花鴿子 已經在早上的時候 移過這個總鴿棚了 我們總鴿現在要調理嗎 然後 把那個三個鴿子也拿過來 一起調了 現在這個磁鴿棚裡面 有20多個鴿子了 數量比較多一點 今天早上把他們的水壺拿去消毒了 現在要放水 放水下去給他們喝 中午剛好出去了 不然是中午就必須要放回去的 我現在去放水 已經把水都放下去了 本來是中午就要放回去的 剛好出去了 所以回來的有點晚 但是也不遲了 這種天氣的話不會太熱 鴿子它本身喝水也沒有那麼多 這些總鴿的各方面都可以 就是換雨什麼的也都不錯 去年現在春季的那批賽鴿 因為去年 今年配對的時候比較著急 很多鴿子的羽毛都沒有放好 所以導致現在有一些鴿子的龍骨 發生了一些彎曲 我猜想是跟鴿子沒放好雨 有關係吧 這個就是359的母親 所以鴿子 飛下來這個 359已經拿過來了 你看已經 沒有給它加飛了 或者等到這批鴿子 調理完之後 我們再把它放出去 放回去那個 賽棚那邊 跟賽哥一起加飛 359今年直接打算用來出比賽 出明年秋季的鴿子 試一試 跟他的母親長得還是蠻像的 這個359 都是偏小體型的 好了 本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吧 我們下個視頻見 感謝大家的關注跟支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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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